柯文哲知不知道把這個人的名字拿出來的時候 民進黨會罵 知道嗎 知道 他知不知道國民黨會怕 知道吧 會怕 第三 他知不知道中國會開心 知道嗎 民進黨會罵 國民黨會怕 中國會開心 我現在國民黨最怕的就是真的拿名這個就對了 你拿名這個民眾黨的部分區 會再加多少票 你知道嗎 這柯文哲自己說的 柯文哲說這種的差不多一百萬票 一百萬如果出來投 台灣投總統 差不多一千五百萬 我們有三十四個部分區嘛 算是二點二七 二點二七要抓幾個 要抓三個 現在如果真的去當選 這點國防外交委員會 還多一個叫徐春瑩 這樣你會很怕 現在十四的是民進黨 加一個五黨籍臨場佐 剛好勉強過半 這幾個都沒要連任 四個沒要連任嗎 四個沒要連任 補一個徐春瑩 這樣所以柯文哲拿名 這個算是強的 這樣馬文君還不用操了啦 因為在這裡拿出來就好了 馬文君沒有 馬文君現在比比趕西安 比阿妹阿妹啦 阿妹啊 這個來就總指揮了欸 拜託祖國 在處國來 總指揮說什麼 你們講得贏他嗎 你們喜歡中國親中 你講得贏徐春瑩嗎 民眾黨提名了徐春瑩的目的 就是把國民黨過去經營中國配偶的 這些票 全部都傾過來 柯P這一招其實的確是高招 你看就我個人來講 我都不太敢罵罵罵這一這件事情 那這個孫 孫維芒 孫維芒也是資深的記者 他就講 他說呢 徐春英二零一七年七月 在海峽論壇會見中華和平發展促進總會主席 武力華 這個機構是標準的統戰機構 他說徐春英腳色就是用臺灣新著名發展協會理事長頭銜 協助中共搞統戰 他的正面新聞能夠屢次在中國官媒曝光 他的身份言行必然是通過政治審查的 符合統戰的要求 因為中國媒體都官方控制 中新網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二 引述臺灣媒體報導 徐春英發現女兒對自己身份認同的看法 與他迥異 感到非常震驚 所以極力推動兩岸婚姻子女 附入交流 孫維芒說 這個意思就是徐春英不容許女兒自認為臺灣人 必須自認為中國人 所以是是誰把一開始把敵我分得很清楚 你都在臺灣住三十年了 就你還不認為自己是 不容許女兒自你自認為是中國人 我沒意見 我尊重嘛 但是女兒是在臺灣出生長大 女兒自認為臺灣人不可以 一定要把女兒變中國人 於是推動兩岸婚姻子女 到中國去洗腦 所以徐春你怎麼看 就是說這個人真的 他可以當一個政黨的不分區嗎 各位在討論 他的時候我們先想柯文哲在想什麼 柯文哲知不知道把這個人的名字 拿出來的時候 民進黨會罵 知道嗎 知道 他知不知道國民黨會怕 知道吧 我發現這人 國民黨都沒有評論 會怕 你還沒問 等一下問你 第三 他知不知道中國會開心 知道嗎 民進黨會罵 國民黨會怕 中國會開心 三贏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再開兩三天 討論這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討論之後 他今天彈出新住民黨的黨主席 姓麥 這位徐春英是新住民 什麼協會 理事長 這個徐春英過去所有的言行 他在說的事情都是文化 都是親情 他需要來交流 因為我講到一句很重要 他說如果臺灣 臺灣人不認同 不認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很多在大陸的婆婆 就不會想要來臺灣 這樣就不要來啊 很奇怪啊 我們為什麼要認同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每個他的腦袋裡頭 他一直在講那個什麼婆婆 然後女兒 然後子女 他都在訴諸這些事情 我跟你講 徐春英所有的那些學經理 大家都不用在乎 台北都嫁 他說我們就相信 跟剛才冠廷在報紙說報紙寫的 他什麼我們就要相信 他什麼我們就要相信 什麼好比獄的 什麼有破車 有什麼 現在還說 我沒有參加過共產黨 他說我們都相信 我跟你講這種要統戰的 要統戰的 阿強說什麼就是什麼 他們什麼就是什麼 大家都不用太在乎 可是我現在國民黨最怕的 就是真的拿名這個就對了 你拿名這個民眾黨的部分區 會再加多少票 你知道嗎 我算給你看 這柯文哲告訴你 柯文哲說這種的差不多一百萬票 對 因為他又過紅 對 還有孩子 還有孩子 孩子不大了 所以徐春英 他們最怕就大了 差不多一百萬 一百萬出來 我們臺灣總統 差不多一千五百萬票 導彩都一千五百萬票 我們有三十四個部分區 算是二點二七 二點二七要抓幾個 你知道嗎 要抓三個 因為有一些不到百分之五的 沒貪分嘛 所以柯文哲 拿名這個可以多三個 嚇壞 不是多一個徐春而已 這三個是從哪裡唱過來的 對國民黨 從國民黨 經營這個經營得最好嘛 都經營這個經營得最好 所以國民黨現在不知道要怎麼樣 不會這個徐春英也不是 不會共產黨也不是 不會柯文哲也不是 不會中配也不是 怎麼會都不是 好 現在如果真的去當選 國防外交委員會 國防外交委員會 委員名單 這是這次的十次 還有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徐春英 這樣你會很害怕 現在十四的是民進黨 七個加一個五黨籍林昌佐 剛好勉強過半 這幾個都沒要連任 林昌佐 劉士芳 趙天林 蔡適應 四個沒要連任 四個沒要連任 補一個徐春英 這樣所以柯文哲拿名 這個算強的 這樣馬文駒才變超了 在這裡拿出來就好了 馬文駒 馬文駒現在比 比跟世上 比阿米阿 阿米阿 這邊來了總指會這樣 拜託這個祖國 來 不是總指會說什麼 你們講得贏他嗎 你們喜歡中國 親中 你講得贏徐春英嗎 我告訴你 如果他都有 共進黨 入黨積極分子 現在進入共產黨 他的時尾就出現了 所以他的身份 他的學精力 過去是中國做過什麼事情 大家怎麼必相信 重點是民眾黨提名了 徐春瑩的目的 就是把國民黨過去經營中國配偶的債票 全部都放過來 放過來之後 不夠 再提名一個應該是越南的 麥主席 麥玉珍 麥主席 再拿名進來 新住民的 拿名進來 現在還要三個黨去唱 因為民進黨的新住民的 我們叫羅美玲 南島的 國民黨以前是林立禪 所以這一個 這個本有競爭 可是要競爭總配 總配就要進入到國民黨的競爭 徐春瑩是不是你們黨員 以前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以前好像在你們黨一個新住民 新住民工作委員會 我也是看到新聞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黨員 現在民眾黨在搶你們的部分去選票 柯P這一招其實的確是高招 你看就我個人來講 我都不太敢罵 罵這一件事情 就是他就選票 你不敢罵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剛剛都講過了 就是那個新住民後面的這個票 就是那個新住民 還有新住民 那個包括新住民 他的家庭啊 台灣的不管是先生 或者是太太或小孩 其實都是台灣 都是我們台灣自己台灣人啦